- 继续财富,来到我们这个节目了 首先要讲讲这个节目的阵容 有新城财经台和香港恒生大学 两个单位结盟 底下产生继续财富 已经做了很多不同的故事了 节目室里面有朱子超 还有恒生大学的John和Ken John和Ken 两位教授好 大家好 这集的嘉宾阵容都挺有趣 因为我们过去讲很多不同的实业事业 这都是大企业 不是饮食集团 对于我来说很饵食 听到这个大名也很喜欢 有时候就觉得吃不起 不如先介绍一下 没错 像朱子刚才所说 我们今天就很高兴 请到就是亚一鲍鱼的千金 杨慕琴女士 来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传承的 我们叫Cecelia 其实也是我们城市大学 EMBA的同学 当然她也很支持我们恒生大学的工作 我们讲讲Cecelia的背景 其实她除了是杨冠一大师傅 全城基金的赞助人之外 她其实自己也都是一间大的企业 是Spring Asia Post 那里做业务发展总监的 我们欢迎Cecelia 今天和我们分享的 Cecelia 你好 多谢大家今天邀请我参加这个 这么有意义的节目 希望可以得到一些 很好的和大家交流分享 特别多谢John John是我的老师 一日老师终身为师 这个都是全城的 也有点老的 所以John很重要 但是很多嘉宾都曾经教过 John教过他们 我们的学习伙伴 我们全部都同识LP 这次Cecelia一开手 刚才说一鲍鱼这个大名 我想在香港的饮食界 都响骗全港 但是如果说我们继续财富 这个也有全城概念 大家都会觉得 亚一鲍鱼的灵魂人物 就是杨冠一这位大师 Ken你试过没有 我也试过 我可能是吃过罐头 因为他们都开始做了干货 很好吃的 其实我们回到我们 最想问 我们知道 亚一鲍鱼应该在1977年 创办杨老先生 创办这个富林饭店 照牌照就是亚一鲍鱼 不单是香港做到 街资汉民是非升国际的 很多法国或世界各地 都有掌控是比扬老先生的 我想知道 其实在这三四十年的发展 其实有什么困难 去做一间饭店 还要做出一个 这么出名的菜式 街资汉民 名满天下的 有什么困难 或者有什么启示 其实我记得 爸爸经常跟朋友说 他说你想害一个朋友的话 你最好叫他就搞饮食了 饮食其实就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工作来的 因为从楼面到后勤的厨房制作出品 你能够配套得好 又要设计不同的菜式 令到客人满意 服务又要做得好 这个能够互相配合 其实可以说是一个供应链 食物供应链 能够做得好的 是确实不容易的 其实他同事饮食 就很多年 当他从大陆下来的时候 没得吃 他觉得不如就做饮食 起码三餐有得吃 所以他就选择做楼面 真的做饮食开始 经历了不同的岗位 又包括告罗斯达 又做过营业部经理 他自己有个梦想 就说希望有自己一个饭店 当时1977年 就有一个朋友 支持他就搞一个饭店 他的概念就说 你希望不是很大 但是能够做一些很精美的小菜 让一些做生意的朋友 或者是一些好朋友 聚在一起 大家可以欢聚 唱饮 又享受美食 这是他的概念 一直做下去的时候 都很平稳 但是很幸运 就在1982年应该是香港金融风暴开始 他原先做库林的老板 就因为金融风暴破产 就离开了 走了之后 只有他自己撑着库林 几个月 就要到处找资金 如何继续营养下去 他也都运过很多银行借钱 但很可惜都没有一家银行 愿意借钱继续支持 库林继续经营下去 如果他再找不到伯伯 没有事的话 可能库林就不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当时就有一个 经常来吃饭的一个食客 那个食客是从事制衣业的 进口制衣业 当然他有资金 但是他对经营饮食完全是一瞧不通 纯粹因为爸爸每次来 跟他们都讲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大家都成为好朋友 他就为了帮爸爸 所以就入股了这个库林饭店 当然入股了之后 他也都为他带来很好的回报 因为不单单是生意 最重要的是铺位 后来铺位是被收购 所以利润是非常的理想 当他有了新资金注入的时候 他开始想 究竟我怎样再经营下去呢 当时他就买一些一般的小菜 最出名的烧乳铢这些东西 不是说很多很贵价的菜式 他就想一下 如果我要突围而出 如果要创造高的营业项呢 那一定要买一些比较贵价的货 他说中国菜 当然不离包心此土 对了就是这个做出所有的围 所以他真是自力用自己的辦法 怎樣煮到真是好吃的鮑魚 經過他自己的努力之下 創造了這個唐辛鮑魚 用這個沙鍋煲 用炭爐去煮鮑魚出來 真是味道很好 剛好有機會 當時鮑魚江宴請一些政經商家 一班的領導 就在釣魚台搞一個萬宴 請我爸爸上去炮製鮑魚宴 由於鮑魚宴非常之成功 很多領導人包括楊尚昆這些 都吃過非常之開心的時候 慢慢被肯定鮑魚的質量和明星 所以慢慢令到芙林三寶 是為他們創造相當高的營業額 我們也要問問John 聽Cecelie說的 由樓面 我們叫做樓面的打閘 一直做到國家級 這段日子其實也不是很長的 這裏是否一個很難達到的傳奇 是否就是萬中無一 如果在你眼中看 其實是非常之難得的 剛才Cecelie也說了一個很重要的 term 就是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其實很多時候 你要保持著一個chain 用一個食物鏈 是由買進來 一直去到deliver到客人前面 中間有很多細節 很容易出錯 你煮得不好又可以 你買得不好又可以 甚至你deliver那個人 服務態度不好 你說不關食物事 不是關事的 因為顧客是看整體經驗的 所以是非常之重要的 其實我覺得 剛才我也聽到另一個 term 剛才Cecelie說 是很著重質素的 不是這麼簡單的 因為我們經常說 質量其實很看成敗 而成敗的就是看細節位 我深信他們每一樣的細節位 都是做得非常好才行的 我想回到頭 Cecelie這麼清楚的流程 其實你和你的哥哥或者弟弟 有沒有在富林飯店工作呢 因為我見到你其實 你好像是另外一間企業的高層來的 是 其實首先呢 我哥哥就有 其實他有參與 就是專門煲鮑魚 就是由乾鮑魚 做成糖心鮑魚 製作過程是他有參與 那我自己呢 其實都很感謝我爸爸 是給我很多空間 我是有發展我自己的事業 所以我是從事快遞物流的 是 其實都是做供應鏈 就是貨物的供應鏈 在那個管理概念上面呢 當然我都有一些的經驗 可以和爸爸分享 還有呢 也都是幫他呢 是怎樣保障 那個品牌註冊啊 那個法律上面那個程序啊 那這裡呢 是由我負責 那其實你會發現呢 其實我又不是很喜歡 是在人面前呢 是提我是楊冠一的女兒 因為呢 其實我讀書的時候呢 有一次John做過Service Management的project 那我來說 啊 找些什麼公司來interview 那我就和我的同學說 不如找副林飯店 他說啊 行嗎 我說啊 我可以有些關係 那後來呢 他就知道原來是我爸爸 那當時找到Hotel Association的Chairman 一起來interview 那個功夫其實是做得很好 那其實為什麼我不是很喜歡 扭上我爸爸的名字 其實有一定的壓力 因為我爸爸實在在那個 飲食界去有他的知名度 是很大的成就 相比來說呢 我又不想偷去光 我都很想嘗試用我自己的實力 去建立我自己的事業 所以說呢 肯定他對我的影響非常深遠 也都給我的空間 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因為曾經他結果 你不如回來幫我們 我們可以做一些trading的business 這樣 當時我都沒有什麼理會他 那麼當然到後期 我可能發現 其實可能他都需要幫忙的 特別在這個品牌的註冊 還有怎樣管理這方面 是我有很負責的 瑟瑟 你在物流界發展 你應該會獨當一面 但是最後你還是轉個彎 就是回去 爸爸身邊幫他家族事業 那用不用得回你在業內的全部 還是說有些事情你要重新學過的 其實我想這是一些管理的經驗 是給我一些判斷 究竟應該怎樣去做 還有一些計劃 我覺得這些東西是幫助我最大 特別是到後期 爸爸離開了之後 我們怎樣去管理這個品牌 家族財富的安排等等 這些我也是由我負責 相信我的工作 那個exposure 和經驗 是給了我很多的能力和知識 怎樣去做 除了家族 即是你哥哥 甚至是你弟弟 其實我看到楊師傅有很多徒弟 其實在這個傳承的過程 你會覺得這些徒弟 怎樣可以幫助到你爸爸 去繼續發揚中華廚藝 或者煮鮑魚這些技術呢 其實爸爸在虎林飯店做工作的時候 其實廚房的大主很多都是拜他為師 甚至乎在外面一些朋友 特別慕名來拜他為師 好像麥港帆先生 他在中山 他就是知道爸爸是這個鮑魚大王 他親自來到說我可不可以跟你拜你為師 爸爸都是採取一個非常開放和無私的分享的精神 願意將他所攀任的技術 或者一些秘訣 他都很公開地和他們分享 甚至乎有些來到虎林 學習啊 他都願意安排這些機會 所以我覺得 他有一個理念就是 成功不是只有一個人成功 是要將這個成功 在分享到 願意有心從事廚藝的人 都是一起分享這個成功 只要他有心的話 他都願意跟他分享 和幫他一把能夠成功 好像現在虎林飯店的總廚 黃龍通先生 他就跟了爸爸三十多年 一直跟著他去不同的地方 照顧他日常生活 和在過程當中幫他一起去煮鮑魚 其中一個經典故事就是 去釣魚台煮鮑魚的時候 爸爸做事很認真的 一定要確保所有的準備功夫要做得好 早上四點多就要起床了 叫聲韜 快點啦 要準備啦 我們要把鮑魚浸好了 然後煮了 要熬上湯等等 他們會很認真去準備好 確保這個燕梅 可以做出來的食物做到最好為止 我想在這個過程當中 跟爸爸一起跑到大江南北 也都養不同的徒弟 是可以真正體驗到 做處的成功之道在哪裏 不單單是廚藝 而是那個態度 工作的態度 認真性 還有凡事你要做好的時候 必須有好的準備 還有遇到困難 懂得怎樣撿傷 有時可能突然間 食物不夠 或者你怎樣可以 臨時補救到 這些所謂應變的措施 他們都可以臨場學習得到 我要問一下教授 John 所謂絕世好武功 永遠都是留有一招 不會傳的 聽說薛斯妮這樣說 不是的 我百分百的功夫 希望傳給你 很無私 這種態度 管理學是不是有些問題呢 這樣的話 薛斯不做鮑魚公主 就去做物流高產 這個已經是一個不簡單的選擇 他就說壓力大 其實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開放 我自己做non-aid transfer 你就會有更多機會 接觸到新的事物 就好像我們經常都說 一個比喻就是 每一個人拿一元出來 放下大家看到 拿一個idea大家看到的時候 拿回頭的時候 每人就拿到十幾個idea 因為很多人在一起 我很深信都是隔學相長的 楊先生這些是 無私公開自己的一些廚藝的時候 我深信在當中 他亦都會發掘到一些新的靈感 如果其實你是不斷的 剛才我們說的 質量上面的要求 我們有一個叫做 continuous improvement 不斷改進的時候 你就不會突然說 哎呀我會教識徒弟母師傅的 如果你都已經跳了另外一級 我教了你 那你要追上來 我們經常說 to do and to be 你要做那件事 但你要be那件事 即是你是其中一個部分 剛才聽到薛斯說到 他爸爸 即是四點鐘 我又給你 教你四點鐘 就起床出來做鮑魚 好吃一點的假設 那你就做不做到 這個是一個 不只是你的技術 是你的決心 再加上其實你的專注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就是阿一鮑魚這個名堂 絕不簡單 又不會突然變成 我們都是如是又是第一 那不是的 阿一鮑魚 就是這個四個字 就可以這樣說 就是做好一件事 一生人都做好 我們經常都說 一生人就做好一件事 那這個真是多重要 就是他專注在這件事上面 而做到極風 極致 極致 我想這個是絕不簡單 不過我深信 阿薛斯也在這方面 學到很多他爸爸的真傳 是的 那我們就想問一下阿薛斯 看到剛才楊老先生 其實不單止有那門手藝了得 其實那個態度 對是認真 那這些我想都對薛斯 有很大的影響 那我也想問一下 其實還有什麼精神 其實在你爸爸身上 你學到 而你又如何把這些精神 延續給下一代 或者其他的師父呢 其實呢 爸爸在我們很小的時候 就每次都跟我們講故事 就說他的艱苦經歷 怎樣在日本地打仗的時候 沒得吃 那他兩個妹妹 由於飢餓而離世 那他自己呢 怎樣隻身 拿著一張棉胎 他媽媽給很少錢去 那自己下來香港一路奮鬥 那其實他一生呢 都遇到很多的波折困難 甚至被人欺凌啊 看不起啊 那他都繼續堅持下去 那他給我一個很強的信息 就是說我們遇到困難 不能夠放棄 他有一個很正確的心情 就是說呢 相信 OK 黑苦過後 OK 我們採用必會在路 那他覺得 只要你努力付出 不放棄的話 一定呢 會有回報 那這個呢 是很深向我們 從小就一定要 提醒我們 無論讀書好 工作好 你都要盡力做好 做好你自己 那個回報就會來 那這件事是在我職場上面 是很大的鼓勵和提醒 所以我做事呢 有些人都覺得 你要不要這麼認真 可能是被我爸爸影響 做事是非常認真 很仔細 那有要求 不單對自己有要求 同學的團隊 一定有要求 我記得就說 我讀EMBA的時候呢 我有組同學呢 就一起做project的 做一下呢 有個同學呢 就不邀請我入組了 他說 為什麼不邀請我入組了 他說 和我做很大壓力 要求 每次都要 都要求 希望拿A 所以他就說 我這期功課 我不想這麼大壓力了 所以我沒有邀請我入組了 開門銷 其實也都 一個給我自己提醒 那就是怎樣 play the balance 當然是要做好自己 同樣怎樣可以協調到 沒有被人有壓力 那其實說回爸爸 他除了做事的那個 堅持認真之外 我想對人處事的態度 也都是給了我很多 很大的座陽銘 我記得就是劉海叔大師 很出名的國華大師 那他給爸爸提了兩句話 雲海空懷 從拍戲節 雲海空懷 從拍戲節 就是他其實交到我們 就說做人要有很寬厚的空懷 對人要寬容 對人要真誠 但是做人這個戲節 不可以欺騙 不可以造假 一定以承代人 做人要正直 這些所謂我們的人生價值觀 必須持守 那你都提醒我們 做人一定要正直為人 樂於助人 不斷要做一個正人君子 那這些都是對我 是很大的幫助 那這種精神 我覺得好像一個跑車的辦法 可以推動你 繼續向前去排難 那飲食業呢 就千變萬化了 就是不跟我們搞科技 搞工業 就是飲食業 周圍都會是競爭者 譬如一招是鮑魚 下一招就是花膠 或者是另外一個對手 就來自不知道什麼 真心海味這樣 那對於你來講 就會很大的挑戰 那飲食業 那飲食業 譬如面對行業的變化 你除了一股堅毅之外 你怎麼因應環境去變呢 我想就是 當然了 你要在那個服務 和那個菜式上面 推陳出身 其實爸爸 除了鮑魚之外 其實他自己都很專業 很多新的菜式 譬如你用陳皮 咕嚕肉好像很普通 那他加了陳皮 變成陳皮咕嚕肉 就像一個大魚頭 那他可以用一個紅燒的方法 又變成阿一紅燒大魚頭 這個東西很出名 再加上炒飯 他又用沙鍋去炒飯 那就是炒出那個香味出來 那蒸魚OK 那就是很普通蒸一個魚 但是他又創新到 先煎一下這條魚 然後再蒸 那煎了這條魚之後 那個魚的香味就會增加 然後再蒸的時候 你吃下去更加有那個香味 那我想他提醒我們 其實那個產品 要不斷推陳出身 你用那個產品作為Defentiation 其中他一句 座右銘也都去說 人有 OK 我要有 人沒有 我有 人有 我要更有 那他要不斷去追尋那個卓越 就是說包括用你的產品 用你的Service 去Defentiate你的Competitors 那講到就是說 要追求那個卓越 那怎麼可以將這件事 堅持 就是可以給不同的徒弟 或者一個飯 怎麼去做到呢 我想其實有很多 一些原則的 就是說 OK 往往你去做一份生意 你是想 只是顧著賺錢 還是賺錢是一個 outcome 在那個過程當中 你要保證的質量 你要選用最好的材料 我看到一些失敗者 就是他們就是說 往往為了賺錢 我就選用一些次等的材料 做出來的食物 就不能夠令到客人 是持續滿意 慢慢就算剛剛開始 他會因為這個試一下 但是你不能夠在那個食物 滿足到他的時候 慢慢的客人就會走 一個成功的飯店 一個餐飲 我覺得你是有一個 經常一批的經常來的客人 你能夠留住一批忠誠的客人 願意他想到吃東西的時候 我一定要回去這裡吃東西 我想富林 特別是在早期 那個洛克道那個舖位的時候 其實不是很大的 裝修不是很豪華 但是總吸引到一班的富豪來吃 其中一個因素 就說他來到有一個家的感覺 就是這些伙計都是很親切的 大家都很熟悉的 然後來到的時候 爸爸會和他們談天說地 再加上後期的食物 令到他們在美國上面 有一個很大的滿足感 這個就是一個所謂我們說的 total experience customer的total experience 去讓他真的有賓至於歸的感覺 剛剛聽完士師說 我很感動 什麼成功呢 我用三個字來形容 叫做人情味 他有很好的人算 情呢 他經常都說 他講了很多次 爸爸就是經常和父母 不斷的聊天溝通 這個情呢 我深信是打動了每一個人 味就不用說了 所以如果一件事不行 你只有味又沒有人情 這樣不行 我看到楊先生的成功之道 不止是味道 是有人情味道 所以剛才另外一件事 我很欣賞 舌司說 你也是一條魚 也是一條魚 咕嚕也是咕嚕肉 但是在楊先生的手中 我就體會到一個字 這個是我從恆生大學裡面學的 就是叫做 不一樣的平凡 哦 這個 是學校的 不好意思 買了一點點的 因為這個是我們的校訓之一 為什麼呢 其實都是說 一種的 一種的理想 也是一種的價值觀 就是說 我們好像很平凡 但是其實我們就是不一樣的平凡 為什麼呢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自己都會覺得 我們還有什麼好做 其實加一點點的心思下去 就可以令到整件事 改造過來 我們小心思大改動 大影響 我想這些是很值得去學習的 一些情況 我們有時經常都覺得 要創新創新 就說到 現在所有都是 要經典動地的改變 其實可能不是 其實只有少許的改動 就可以有很大的影響 是的 Kent 如果這樣說 這一種 傳承 我們大半部分 都聽到 Cecelia 已經吸取了 楊柳先生 就是管理人味 這種精神 但是再企業化下去 你的模特兒 有哪些要留意一下呢 我想其實 要再把一個個人的品牌 變成一個企業 它必定要有一個所謂的 Human Capital 就是你要不斷地去教育 要令到 接手的 無論是徒弟也好 或者是繼續的經營者 他要明白 楊老先生的苦心 剛才阿莊說到 人情味 不是那個手藝 反而那個味道就放在最後 很多人想一下 煮鮑魚 當然最重要就是那個手藝 我們去學那個手藝 反而原來不是手藝 是最後 要將整個的品牌 變成一個企業 我們要有規有據 例如剛才Cecelia說 如何選擇貨 如何選擇鮑魚 應該是很重要的 接著又如何對待你的人客 如何結合那個交情 最後你才去煮那個鮑魚 去奉客 整個一環扣一環 不是只做好某些 你就不需要理後尾 剛才Cecelia說 我們沒有了一些原則 就是為了賺錢 可能給一些比較次選的產品 的顧客 你沒有辦法可以 所謂的total experience 你沒有辦法令顧客 持續地回來 我想去到企業的層面 如何去保持 不是說今天我做得到 明天我做不到 企業是說 不單是今天做得到 明天做得到 下年 再下年 我們做得到 還要像阿莊說 我們要不斷一些小小的改變 要不斷去煙道肥 不是說那些客人就會覺得 好悶 等於吃條魚 又是魚 楊老先生 煎一煎它 或者一些咕嚕肉 我們加一些陳皮 令到美國有些不一樣 這些對於企業來說 是很重要的 Cecee 譬如再發展下去 經理現在在二代 已經是將富林 再推動到另一個層次 在你眼中 譬如一些絕名的手藝 是否要再經過系統化 再發展下去 會不會變成一個 譬如集團式 譬如鮑魚 已經有一條 formula 心似肚 又有一條 formula 再做下去 變成一個連鎖式 會不會和John說的人情味有少少不同呢 你自己走下去的想法是怎樣 其實我想再下去 我們要考慮 怎樣從一個個人品牌 而走向更加企業化 企業化包括你在制度化 包括營銷 包括所謂distribution network 網絡 這裏都是需要 我想要更加深化 不只是單一渠道 這其實都是我將會要去面對 和探索究竟下一步 將會怎樣去做法 其實人才 我想這個也是非常之重要 是你要不是單靠一個人 是你有一些真是專才的人 是怎樣幫你一起去做好這個品牌 我想是非常之重要 剛才我聽到施司的一句 我都很深印象的 是講原則的 原來我知道是原則原味的 就是你要出到同一個味道 你沒有規限的 隨便亂來 他其實是講到那個標準 那個標準 那個標準不只是做事的標準 是做人的標準 兩樣加起來才可以做到原則原味 就是你沒有心機做 我教你怎麼做 我四點鐘起床 我五點半起床 那你都沒有用 我想這個是很值得大家去了解 就是當你升級的時候 你的原則原味 就是不只是做事的原則 只是做人的原則 都會非常重要 那Kent 原則原味 是啊 我覺得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想最後可能要再帶回 楊冠一大師傅傳承基金 其實我想目標都是想做到原則原味 將那套的價值觀 將那門手藝 也幫到接下來的新的師傅 有個機會去學習 出外見識 也都承傳了中華廚藝 這個所謂的精神在這裏 那已經有一套傳承的方法 只只要你看 比如說下一代人的質素 譬如要接本 或者一起參與庫林的事業 有你的特質已經是知道的了 但是下一代呢 你會怎樣看呢 我是要train出來 因為飲食業真的要train出來的 不是天賦 就是我四點鐘才可以彈起來的那隻 那是要慢慢的 你怎樣去令到下一代 要明白這一種行業 是要努力堅持有韌力 就是這些元素 現在這個社會太豐富了 一切東西很容易 就是下一代不是那麼容易接受的 你會怎樣去教導或者分享呢 其實呢 我爸爸去世之後 其實我第一個做傳承的工作 反而不是說 怎樣去賺更多的錢 保持這個品牌 而是怎樣呢 是將它樂於分享 栽培下一輩這個傳承精神呢 是首先落實 所以我就先想和中華廚藝學院 合作成立一個楊冠一大師傳承基金 我們是用這一筆錢 這個基金呢 就是成立那個 作學金和獎學金 更加是有這個交流的 所謂的交流團去到其他地方 和一些當地的廚師去進行實際的交流 希望呢 真是吸引更多的年輕人呢 願意投身是有這個理想 夢想去成為一個出色的廚師 那也都希望透過我爸爸真實的故事呢 可以激勵到一些年輕人呢 可以投身這個行業 其實我知道這行業很艱難的 特別你在大熱天時 在廚房裡 炒菜 真的不容易 而且呢 你從低做起 在低的過程當中 你能不能捱得住 初初進去 因為我爸爸 我有個朋友 他的兒子就是一個同學 他就是在科大讀BA的 就是工商管理 他畢業之後 他就說我要做廚師 那後來呢 就叫我 可不可以跟你爸爸介紹 進去庫林做學徒 那他OK 後來真的安排他做學徒 那他初進去 第一份工作是做什麼 洗菜啊 康義啊 科大BA吧 這個第一件事 你先過這些關 是啊是啊 當然現在去到成功 經常都有很多的故事 是在網上分享 但是就是要說 他願意放低身段 還有真是呢 為了自己的理想 真是呢 刻苦從低做起 那我也都希望呢 是吸引多些年輕人 是當他願意去做廚師的時候 也都有心理準備 自己可以從低做起 一步一步 是積聚自己的經驗 是學怎樣去做一個廚師 那這個是我希望呢 和中華廚學學院合作 是搞的一個計劃 那同樣他都邀請我呢 是會做mentor的工作 一些分享人生的經驗 怎樣去克服一些困難 或者怎樣為自己 set up一些的目標 怎樣去繼續在這個 追尋目標的過程當中 是應該怎樣去做好 能夠達到成功 我都會是有一些的分享 在這個過程當中 和學生 那也都希望呢 因為他很多徒弟 那我也是Line up 做一些徒弟 他們呢 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城市 可以安排一些交流分享 甚至乎呢 如果有一些的講座分享 他們都願意 那我是希望透過這些網絡 人際網絡關係 可以做到傳承 和你滿門 發揮阿一精神 我們在這裡 祝願你 事業就一路順利 做月桃 多謝你 多謝 多謝 Thank you